各位幫主迷 找我玩玩 我是阿都凱 831羊將大線即將要來到 而復邦暗將原本手上也握有5名羊將 昨天他們決定淘汰其中一位投手捷歌 那在我們今天的影片就來看一下是否合理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就直接開始我們今天的影片吧 那我們就先來看看每位羊將的成績 最後再來看看是否合理 我們就先從羅格開始看 羅格今年初賽19場 通通都是先發 持下112局 拿下7勝300 角速防禦率2.09 與WHIP值1.12的成績 均速大約落在147公里左右 雖然在7月16的比賽 踩刀球棒導致翻船缺陣一個月 不過還好沒有影響到他在戰場上的表現 羅格的控球很不錯 BB9僅有2.09的數據 而且三陣的能力同樣很卓越 Casual來到9.08的數據 羅格的四種主要使用的球種裡面 就只有滑球的被打擊率稍微偏高 但還好這顆球種也不是他的武器球 主要以區球和變速球搭配使用 羅格的體力條很長 76球以後的FIP僅有1.932 是全隊第二滴的數據 甚至比他在前75球以前的FIP還要高 得點圈友人也能輕鬆的化解掉危機 不論怎麼看 羅格都可以說是今年富邦的最強王牌 要爭取到一席的洋將也是輕而易舉的事 我有低角度的球 最後是三陣掉了魔鷹 我哥再一次復仇成功 哇 外角球的紅利 富邦這邊也吃到了 張兆元站著不動 高球 有點擠壓到來看到王勝偉向後退 王八已經就定位完成接殺 再來是傑哥 今年28世的一名洋頭 目前出賽5場通通都是先發 吃下30局拿下3勝2敗 角速防禦率2.40 預打於HIP值1.43的成績 相比羅哥 傑哥的偷球心態就不一樣 BB9為3 K9僅有4.8 主要都是讓對手打出去 然後再靠隊友的手臂來解決掉 傑哥剛來到台灣的第一站 面對中信兄弟 主投4.2局 被打出8隻安打失掉5分 不過第二戰以後就越投越好 目前的代表作是主投7局010分 傑哥比較需要注意的 是他的直球系球種被打擊率都偏高 很容易出現一局爆炸的局面 而且他在來台灣以前 BB9都能控制在1字頭 但來到台灣以後 BB9就碰到了3字頭的數據 或許是因為對於台灣的天氣 還不太適應的關係 這也能反映在他的成績上 76球以後的FIP 直接來到6.789 第6局的被打擊率也偏高 FIP更是來到全隊第二高的6.722 這就會讓對手有漏洞可以抓 再走的一個外側的曲球 三陣出局 這是傑哥今天的第二K 阿坤第一球出棒 三連方向的滾地球 東征接球後 往一壘送 這應該也是傑哥他的一個 讓打者打不好的一個方式 第三位是蘭莉 同樣是今年28歲的一米洋頭 目前出賽5場 通通都是先發 這下28.1局 拿下1勝300 送出21次的三陣 與10次的寶送 繳出2.86的防禦率 與WHIP值1.20的成績 蘭莉的直球均速 落在144公里左右 各項球種的被打擊率都不高 而且投球的回控率 也有20.9%的水準 面對左打 以直球和滑球做搭配 面對右打的時候 則是會適當的加入變速球 不過蘭莉其實還會另外一個球種 也就是他的曲球 雖然很少投 但投出來的效果卻意外的不錯 回控率有37.5%的水準 只是蘭莉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在對決右打的時候 他的那顆滑球起不到作用 但使用比率卻還是有21.1% 所以導致他在面對右打的時候 被打擊率高達2.88 和左打1.56的被打擊率相去甚遠 截至目前為止 蘭莉的4次先發 僅有2次投超過5局 而且來到第5局以後 就會碰傷亂流 以目前來看 和傑克一樣 有體力調偏短的情形 所以富邦的教練團換頭要夠果斷 否則也很容易讓蘭莉前攻進氣 有一隻安打的表現 兩好一換 看可不可以再拿1K 哇 掉到了晨溫傑 很險 外交球回棒落空 三陣出局 第四位是富蘭哥 今年是他效力於富邦漢將的第三年 是一位勞苦公告的投手 富邦漢將打了88場的比賽 其中有48場能看見他的身影 只差了4次出賽 就追平了他生涯的最高出賽紀錄 換算下來如果是投一整季 很有可能就會有高達65場以上的出賽 這也讓他的防禦率從6月底的1.20爆棚到2.44 光是8月的防禦率就高達10.8 七次的出賽就有三次有掉分紀錄 而且被安打率也越來越高 主要是富蘭哥近期直球跑到紅中的比率增加3個百分點 而且富蘭哥最近的移右球太好選 尤其是滑球最近幾場比賽都沒有造成灰空 使得他在面對右打的時候就沒有球種可以掩護他的直球 加上直球的使用比率快要來到7成 在直球近雷位置偏田加上滑球又很容易選的情況下 打著就只需要針對一個球種做設定 所以富蘭哥的滑球近雷位置還需要再調整 得讓自己的滑球重新回到巔峰的狀態 這樣在面對右打的時候才不會被針對 最後一位投手是班恩 今年30歲的一名投手 上個星期才加入到富邦漢將 在加入球隊以前 主要是在獨立聯盟和墨西哥聯盟打拼 生涯至今最高層級有拼上過大聯盟 雖然7.1局的投球送出過5次的寶送 但只是得了1分的自責分 班恩今年在國外呈現的狀況 是一比控球不錯 三陣也不錯的投手 今年在墨西哥聯盟3次先發吃下17局 一共送出23次的三陣和3次的寶送 班恩目前表示天氣和食物等文化都不是問題 主要是睡眠不足 他也覺得自己現在投入時針練習的狀況還不錯 那看完上述的成績的話 其實淘汰捷哥我真的還蠻意外的 因為在我的心目中 我覺得真的會再淘汰邊緣的 就是蘭莉、富蘭格和班恩 完全不會有傑哥的選項 畢竟傑哥其實就和蘭莉一樣 是屬於體力條偏短的投手 但說認真的 他吃局數的能力其實也不差 有兩場比賽吃下7局 加上蘭莉他有被誘打殺爆的問題 蘭莉只要滑球不收起來多用他的變速球 就很有可能會被對方排除的一整串誘打陣容針對 所以怎麼想傑哥都不是我心目中淘汰的選項 所以淘汰他我還蠻意外的 至於為何沒有淘汰富蘭格 我能想到的理由應該就是他簽年約 然後富邦這邊也暫時不想要認賠殺出 另外因為富邦現在異軍的牛棚不穩 第7局沒有像前陣子的王衛勇一樣穩的人 所以他們想要留住富蘭格 讓他能幫忙支援牛棚 不過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因為如果你是留飼養頭的話 還可以用瘋火輪的方式去分擔土頭的局數 如果穩一點的話 還可以多試一點仙法的局數 讓牛棚消耗的可以少一點 但現在留住富蘭格這位中級投手 其實他或許會需要再二軍調整一下 這樣你就會讓你的羊頭調度變得更死 因為就剩下三羊頭可以使用 如果三名羊頭其中一名爆炸 富蘭格在二軍也還沒有調整好 那就等於直接讓對手一個羊將 這對於球隊的戰績來講並不是好事 而且更奇妙的是 距離831大限其實還有一周 還有機會可以再讓投手吃一次輪之後再決定 班恩也可以在二軍多投一次後評估狀況 整體來講我覺得蠻意外的啦 不過我想富邦應該是打算 直接讓班恩在一軍開箱驗禍 完全不考慮在二軍評估了吧 好愉快後面都打算再看看如何處理 說不定人家早就後面又有被取羊將了吧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啦 大家對於這支影片有什麼樣的想法 都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喜歡吃美食的話 可以追蹤我IG 也可以到我生活頻道都市主軟桌去看一下 我是阿杜凱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